词曲 李宗盛 这是 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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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 来书房干啥 祖父 祖父打算如何 去告密 揭发你的亲孙子 我心中没有你这个孙子 你教唆士族 挑起民乱 祸害苍生 你还有点人性没有啊 你兴致今天的境地 让我还有何脸面 去见谢家的列祖列宗啊 好 我和你同担此罪 咱们现在就去彭城王府请罪 祖父 走 祖父 祖父 你 你老糊涂了吧 你才是糊涂 你以为今天彭城王 是来探望我吗 是来赴家宴吗 他早就知道你手里的这个盟约呀 无论是拿到这个盟约 还是由别人把你供出来 好 好 好 你都是难逃的死罪呀 不可能 你 不可能 我绝对不会让他们找到证据 你 你 你 好 你 以我们谢家历代在朝堂上的地位 何以这么被陆远被彭城王欺凌 因为你的年老魂魁 你 认不清现实 要不然 我们新家怎么会人人欺凌 受人百步 喜好 我们谢家 是名门之家 我们无愧百姓天地 怎么除了你这么个逆子啊 你怎可因 一己私欲竟如此泯灭人性啊 人性 祖父 你知道那些人 为什么以我写号马首是战 那就是因为 若非我出此下策 立足土断 等到他日 士族势力溃散 就会轻易被汉门击垮 难道这就是祖父想看到的吗 士术 都是我大宋的子民 只要为大宋效力 有何区别啊 没想到的是 士族里出了你这样的叛逆 坏我士族风骨 回我朝刚继 今天我就要大义灭亲 你现在就跟我去见庞城王 祖父 别别别 你把花给我 你给我 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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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已至此 虽然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 你们都难过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公于何时入府的 问过当值的护卫 谢公于左叶入的府 有发现 郑暮月 姐姐认识郑暮月 这护卫是王妃小时候 谢公做给王妃的 怎么会在这儿 属下赶到时 谢公已经遇难 属下也不敢声张 只好拿了花先离开 属下有罪 若属下能早一步赶到 总父母 到底是怎么回事 四哥 你有没有觉得 那个沐渊很奇怪 这么紧急的情况下 谢公为何会带个沐渊入府啊 沐渊 昨夜吃饭时 谢公提起过沐渊 所以啊 我就做了两支沐渊 一支呢 放我们运儿的秘密 另一支呢 就是放我想对运儿说的话 这也是我们祖孙两个人的 一个小秘密吧 难道 蒙渊在沐渊里 蒙渊如果在沐渊里 那谢浩此刻早就坐立不安了 那蒙渊会在哪儿呢 殿下 殿下 君者有消息了 清凌王已查清明乱的真相 沈将军已经带着赵氏士族的名单 返回剑康 我现在就去接风儿 不要急 一切小心 谢公心丧 谢号不会此时入宫 我们还有时间 那你先去看姐姐 好 我去见一个人 消息可都有封锁 殿下放心 一切都在禁令王掌控之中 他们得到的消息便是民乱依旧延续 真是消息久走 送了 这把人带着 给这个人带着 他叫我 他叫我 authorities 你不毛钱 好 你不毛钱 我看着 你不毛钱 对 我说你不毛钱 哥哥 何时我在府内走动的权利都没有了 我只是拿回属于我和祖父的东西 家里的事 你在意过 如何 殒酯 祖父不愧于谢氏 你兄长谢好联合氏族 以盟约立氏结党挑起民乱 犯下如此大逆之行 是我谢氏之耻辱 使祖父教导无方之过 谢你兄长大错已成 祖父另其自首 其却死不知悔 甚至恶行相相 祖父带起盟约入府 以求庞城王降罪 唯看求庞城王能保谢氏烟灭 祖父愿以死谢罪 不身为庞城王妃 但亦是谢氏之女 门眉之轻欲如意有色 祖父 尚书良 我们都等了一天了 这王宫怎么还不见回来 进了皇宫也不会马上见到皇上 别着急 再等等 可我这心怎么就这么慌呢 都跟你说别瞎紧着 王宫都出面了 肯定能成 可是王宫回来了 许护卫 你擅闯众臣官邸 是何用意啊 彭承王有令 将谢府上下一干人道 全部带走 拿下 住手 这 谁敢放肆 他彭承王现在一意孤行道 敢擅自抓捕朝廷重臣了吗 你们眼里 还有没有王法 还有没有皇上 你死不足惜 还在这儿口出狂言 追 他忆 forts 你还要 他忆败 你 他忆败 他忆败 你 他忆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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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哪一位能帮本王讲解一下这其中的奥妙啊 三宝 好 共同启示 一刻心政 这 这是反尸啊 心政祸乱朝纲 而殿下 执迷不悟 我等何罪之有 祸乱朝纲的是你们这帮人 这是鹏城荆州等地 闹市士族的名单 他们皆已招任 是在你等的指使下 放火烧地 欺压百姓 激起民怨 你们再以此为由 叫停心政 就算他们指认 也不能说明 此事就是我等所为 如果那些人 是被彭城王驱打成招的呢 抢此夺礼 我问你 解公是怎么死的 祖父 是死在彭城王府 解公于彭城王府落水 可是怎么会这么巧 你的这幅画也是诗的呢 那是因为 解公带着那幅盟约 入彭城王府 而你暗中派人杀了他 不是我杀的 那解公的书信 又作何解释 据解公所言 他当日是带着盟约来的王府 可这幅盟约 却于今日在你府中搜得 在解公的这封亲笔书信中 字字句句指证你 解党谋私 发动民乱 残害百姓 解公是为了保留 解家最后一丝颜面 你为臣不重 为嗣不孝 有何颜面称自己为清流 更有何颜面存活于世 您 殿下 镇北将军 沈亭章之女沈骊歌 今日要替王子的父兄请命 控告谢昊勾结陆氏余孽 杀害我父兄于魏央湖 恳请殿下主持公道 将真相公之于众 以为我父兄在天之灵 主您她 Herkes 说真相究竟是什么 是不是 他梦 tramp 确实是沈树林 她勾结沈家二小姐沈乐青 利用她设法得到沈夫人的字迹 伪造书信 将沈亭章沈之二人引诱至卫阳湖 而我 已经在卫阳湖布置好陷阱 杀害沈亭章沈之二人 住口住口